大家好,我是顺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双面十字绣的方法 首先我们单针起针走一个二分之一绣 那后面呢,我们一定要斜对角的走针 因为我们是双面十字绣 如果横着竖着都会导致我们后边变成横背或者竖背 那后面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同样的方法,我们以对角走针的方式 一直走到我们就是一个绣部的头 就是结束的位置 那我们这一块呢,我们把它翻到了绣部的后面 穿过横布丝,就是藏针 之后我们在上边起针 同样我们做一个二分之一绣 以对角的方式一直回针 回到了我们起针的最左面 最开始的时候 这时我们到了最左面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是回到了第一针 之后我们再做另一边的二分之一绣 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了方向 因为我们的是双面的十字绣 它的每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压线的方法是一致的 是一个方向的 一直我们绣到了 以同样的方法明治绣到了最后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回针的时候 我们下面往回挑一针 之后从前面穿过它的横布丝藏线 之后我们看一下方向 在初周我们再把这一部分的二分之一绣 给它补满了 一致同样的方法 这里边是一定要记住 我们千万不能是就是竖着和横着 那我们一行的就是双面十字绣 我们已经绣完了 大家看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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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